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劉安道3.11版本的分享 今天要問的問題是 大家在我昨天PO文之後 蠻多人都詢問天類蜘蛛究竟是永遠的神 還是他被改落閩南眾人呢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天類蜘蛛在這個版本的改動當中的一些計算運用 在什麼情況下是變得比以前更強 這絕對不是標題檔也不是農場標題 他事實上的確變得更強了 那我們可以去劉安道的百科英文版當中找到一個連結 他會告訴你該如何的計算 劉安道的計算器 那在了解劉安道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他的改動做了什麼 第一個是1等10附加的閃電傷害在20等附加閃電傷害 最終計算的話會比過去的點傷提升了25%左右 他增加了100多點的大傷 附加傷害效用也增加了25%從40改成了50 魔力消耗的話也算是一個buff 不過我們基本上不看魔力消耗的部分 平均與附加傷害提升了25%左右 投射物減速時一級時 原本的30變成20% 在20級的時候原本是49%變成30% 我們以50%來計算的話 他的速度會比以前快40%左右 那天蕾蜘蛛這個技能其實計算的傷害比你想像的原理還要複雜 第一個他本身技能的傷害附加效用 他的投射物的速度 還有本身的範圍效果 天蕾蜘蛛是吃不到範圍傷害的 但是能吃到投射物傷害 可是範圍效果卻能決定他墊了多大圈 那乃至於敵人的大小啊 怪物是否會移動等等 所以我們計算的話都必須固定敵人大小跟他的移動模式才能做後續的計算 好的那天蕾蜘蛛就是一個 係數全面提升25%的技能 沒有什麼好多說的 那我們先從範圍的部分來看 天蕾蜘蛛每秒走的距離是48個單位 那在投射物減速50%的情況下會有更少的移動速度 48更少50%的移動速度的話 每秒移動的是24個單位 那一秒之內減速版本的輸出會是沒有減速的兩倍 因為他行星那個距離需要花兩倍的時間 就代表他在 單獨位置停留的時間會是原本的兩倍 所以停住時間計算之後他會是兩倍的傷害 那投射物減速30%的情況下 每秒移動的單位會從48的單位 變成33.6個單位 為原本速度的70% 就是下面那條綠色的條 我們可以看到天蕾蜘蛛他的 單位時間移動速度的改變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介於新版跟舊版之間 整體的輸出的話會為原輸出的1.2429倍 那這樣算起來的話他的 停住時間是48除以33.6得到這樣的增傷 你可以看到原本的兩倍傷害突然被砍成了1.4倍的傷害 我們即使把他再乘於1.25倍傷害還是會差很多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benef的點 好的 那我們就去看下去 一個投射物輔助的情況下 投射物減速以前一個輔助就等於很多個輔助 舊版21等的話 會給予的50%減速 就是兩倍傷害乘於1.3倍的 更多投射物傷害大約等於2.6倍的傷害 新版20等給予的傷害是 1.429倍 再乘於更慢投射物傷害大約等於1.86倍的傷害 那整體上面我們可以從範圍效果來看 沒有改動 所以範圍較大能電擊的次數比較多 敵人大小移動也會影響輸出 因為敵人大小越大我們經過他的時間就會越長 那只考慮版本變化 天雷的傷害 大約為原本的89%左右 你就是把我們前面投射物減速的速度 相除然後相除之後的結果 再乘於1.25倍 他的輸出大約就為原先的89% 但是 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天賦盤面 刺客往下面走 到游下去的部分 新增了一個3點的天賦 減速的部分 那原本只有下面的長射增加投射物的速度 現在有個投射物減速的2點 如果是刺客角色方便投資下來 如果是其他的角色 你玩圖騰的老頭或者是女巫 建議你直接圖有10%其實也蠻強的 他的旁邊就直接有血圈 還有新的風武者給予的一個減傷 迴避流很好用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這兩點的話就會給予投射物減速20% 還有投射物傷害天雷之助是吃得到的 還有一條 在投射物引爆必經之路上面有一個增加範圍效果的一個引爆天賦 整體的天賦在引爆時呢 前面兩小點是給予 那個範圍效果 6% 2點的話就12% 再加上這個引爆的效果一共給予 32%的範圍 花了3點的天賦 究竟值不值得呢 等到我們看到後面超難計算的部分 你大概就知道了 好的那我們前面聽完這些要計算的條件非常多 你想想看天雷之助這個技能 一大堆 莫名其妙毛來毛去的東西到底該怎麼算 首先我們剛剛提到前面的一個 天雷之助的一個計算軟體 比如說Bulllining DPS Calculator 你就使用這個軟體 他可以直接下載下來 才能夠做一個運算 我們下載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面板 來這個面板 天雷之助的面板 首先呢 最左邊 我們可以看到的話 他是一個範圍 那個 一開始基礎的DPS我們就不看 他的增加範圍 然後更多範圍 投射物的速度 更多的投射物速度 跟敵人的一個半徑 就等於他的大小 然後輸出的一個傷害的話 不是天雷的大小 天雷的速度 擊中的 施放的速度 然後還有擊中次數跟 總DPS 記得這裡的施放速度呢 他並不能算是 你本身丟止 出去的那個施放速度 而是他的一個 打擊效率的問題 天雷之助本身內建的打擊效率 說到天雷之助這個技能的話 他本身每秒鐘可以電大約6次 6次半 因為他每150毫秒 他就能夠電一次 那是一個固定的 並不會由於你施放速度的頻率 還是任何的 頻率影響他每秒電的一個速度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個 計算的部分 我們這邊計算的話 我們先測試敵人大小 我們敵人大小 把他從兩單位提升到死單位 兩單位是流亡者的大小 正常的怪物都會比流亡者大很多 死大概是基本怪物 該有的大型怪物的大小 我們先來看大型怪物 給予的DPS影響 我們這邊可以計算出我們可以看到他釋放速度跟極重次數都提升了 DPS提升到 原本的 18提升到24 好的那我們再看 範圍效果 我們把其他的數值都規定到一個最小值 範圍效果情況下 我們把範圍效果撐到100% 他的一個打擊次數有更明顯的提升 然後從原本的6下提升到了9下 整體的DPS也提升到了27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減速版本 我們過去的減速更多投射物速度21等的情況下 他的投射物減速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是 -50% -50%之後我們運算的結果投射物其中次數兩倍 那輸出的話來到了39 這是過去的減速給予的傷害非常非常的驚人 那我們看到現在的減速 現在的減速跟過去的減速不同的是 這裡的投射物速度是減少投射物速度 而不是更少投射物速度 更少投射物速度由技能保持給予的是-30% 天賦如果你正常要點出那兩點的話會是-20% 得到的計算結果的打擊次數是11次 總DPS是33 好像被Nurve了一些是不是 好那我們減速與更多速度的計算會比較不同 為什麼不是共同計算呢 因為20加30%應該是50%減速 但是他的計算是先算 這裡的 20%天賦給予的少速度最後在整個乘以 30%更少速度的0.7 我們得到的他的速度會是 0.56 跟原本的0.5的速度還是有差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去計算進行一個比較新版跟舊版之間的差異 你可以看到新版稍微弱勢一點 在沒有範圍怪物敵人數量是最小的流亡者單位的時候 他的輸出會遜於舊版 那你實際上提升還要加上1.25倍的天雷DPS的提升 那新版輸出你會發現 他來到了 41.25 會比原本的39還要來得更高 這就是天雷支出提升的部分 大約可以提升近5.8%的傷害 這是在一般的情況下 但是實際戰鬥情況下 還會有非常非常多的變數 那我們從這裡看到 小敵人沒撐範圍的情況下 只是投資了那個天賦 天雷支出就比過去還要來得強 那我們還可以再用進一步的範圍影響他的一個輸出 假設我們有破壞者的升華天賦給予的範圍 還有一大堆天賦點 等等都可以拿到範圍效果 那我們現在丟給他100%的範圍效果會出現什麼事情呢 在較小的敵人的情況下 他的集中次數都是固定成13次 因為 只要是夠小的敵人然後投射物速度影響的情況下 範圍效果可以有效的增加你的 投射物的範圍集中敵人次數 那在投射物原本就很慢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範圍對於 他的一個傷害增幅就沒有影響 那在乘以1.25倍會達到25%的夢 那如果我們只靠徒優天賦沒有範圍的話 他的輸出大約會是96%的過去輸出 輸出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塗油 減少10%因為只有塗油一顆大點 是減少10% 那這邊我們都還沒有計算那個天賦所失去的跟他得到的投射物傷害 我們單純就用 速度的部分來看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打擊次數 是10下 所以輸出的話 5下 最後再乘以1.25倍得到傷害 那比較範圍效應的部分 我們這裡的話 塗油跟無塗油的部分我們給了 塗油跟無油之間的一個差 這兩個都是塗油的 這個無油的話改掉是 沒有範圍 好的那我們看一看到這個有50%範圍跟沒有50%範圍的情況下 那塗油有範圍的DPS很明顯的會比沒有範圍的再高蠻多的 我們這邊再跟 舊版的做一個比較 塗油跟舊版的 比較的情況下 在50%範圍之下 他們的輸出差距就更近了 假設你把塗油的部分撐到100%的範圍 他跟舊版的傷害基本上會是一樣的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結論 結論的話就是天雷之珠的改動 配合新天賦增加的傷害 大約是6%起跳 甚至在最理想的情況下 可以達到20%多的增傷也不是問題 那範圍效果的增傷在 投射物的速度飛的比較快的情況下 表現的會比較良好 那假如他本身飛的比較慢 投射物增加範圍效果的影響 就沒有像那樣投射物速度快的時候效果來的好 那塗油的話 拿減速大點算是還蠻值得的 因為減少10%他的輸出也給了蠻多 那結論天雷永遠敵神還是很棒 不管是你塗油天賦拿了他 或者是 想辦法直接點到下面的天賦 都算是給傷害還不錯的一個提升 好倍速 數據無論如何都會只會再來計算的理想情況 那輸出分布會卡在這次的模擬數據 評估中 我們可以看到的話是傷害的 分布 在沒有 新版本的減速的 核心天賦的情況下 他的傷害的確會比過去弱 弱的情況大約是弱10來%左右 但是有了減速之後的 他的傷害 他的傷害會比過去來的再高 也是高個 5%6%然後再到10來%左右 的確實際來說天雷的確是改強了很多 撐範圍效果的作用很棒 撐到一定的程度 撐的程度的部分不能給一個 果斷的一個解答 但是現在新版本因為投射物的速度變快了 所以撐範圍效果會比過去更好 所以現在有範圍效果的點 拿他會比過去 拿他的影響來的更優秀 好的 以上是關於天雷之書完整的分析 也會避免有人在看 計算過程有人無聊的話可以直接看到後面的結論 我也不太在乎 實際的結果跟運算會有一定的落差 但是我相信表現一定會比過去來的好 假設有點到天賦的話 好那我是Change 我們下個影片的分析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